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跟着婚纱产业链同步受到影响的工作 就是新娘秘书和婚纱摄影师 相关从业人员指出 近年来新人即便结婚 也不愿意多费心力拍摄婚纱照 导致他们的业绩跟客源逐步下滑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过后特别明显 而为了谋划新的出路 就有传统的婚社业者转型开设旅拍服务 在台湾多处著名的观光景点 提供边拍边玩的摄影服务 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外国的观光客 拓展客源以维持上级 戴着口罩 眼神专注 一笔一画仔细打点新人的妆容 新娘秘书又俗称新秘 根据每位新人的样貌和喜好 客制化设计最适合的装法造型 戴个头发里面 就戴头发 从事新秘工作 将近20年的陈以珍强调 新秘不仅要手法仔细 更要讲求快速 而她也分享10年前工作的全盛时期 不止台湾客人络绎不绝 就连其他国家的新人也会来台朝盛 我的全盛时期是有遇到香港客 马来西亚客人跟新加坡客人 全部都会来台湾拍 但那时候已经是一天服务一对的客人 当然是每天拍 不过多年来累积的工作经验与实力 如今却少了许多施展的舞台 原因除了现代人倾向不婚的趋势之外 即使不如婚姻 仍有部分新人不愿花费时间心力拍摄婚照 而这样的趋势尤其在疫情期间更为明显 就是在整体产业当中的话 像以前的数量或者是整体的金额 当然其实就叫过往 其实有稍微的一些衰退 疫情期间其实是最为严重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婚姻的一些 所谓的期待感 或者是结婚的一个需求都消失了 以前大家认为 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然后现在大家觉得 婚姻它真的就是一项仪式 然后刚好又结合 刚刚讲的那个COVID-19 让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把它具体化 落实 坐实了 而这个现象从这项数据 也可以略知一二 例如以初结婚率这个数据来看 所谓的初结婚率就代表一年内 每一千人当中的登记结婚人数 因此我们细看近十年的初结婚率 疫情爆发的2020和2021年 分别是千分之5.11和千分之4.87 而这恰好是近十年的最低点 即便疫情过后 其实这个状况还是有一些延续 有些消费者他就觉得说 我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都没有急着是结婚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还需要去办这么大的婚礼 所以像相关的一些费用的支出 都跟着减少 疫情的确是加重了这个不婚 甚至不生小孩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不过它挺多只是一个助长的力量 结婚已经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选项 从数据发现即使疫情过去 2022年和2023年登记结婚对数 比起前两年增加许多 但和2019年疫情前相比 仍少了将近一万对 而这其中还不乏有 只愿办理公正登记 而不穿婚纱 不办婚礼的新人 这样的改变不仅重创婚纱产业链 也促使许多相关人员 改变工作方式 甚至另寻出路 老实说以前没有PT新米这个东西 都是住店的 但它如果像PT 如果它有时候没有Case 那它可以就是也是做 接睫毛跟美甲 还有媒体 坦白说现在的人 他还是急剪约峰制 慢慢慢慢地地剪 因为年轻人 他也不想那么麻烦 一个月的部分 一家店温纱公司 大概有120多位拍摄对数 早期的话 现在地剪到60 甚至到50左右 慢慢地地剪下来 业务量减少 新米就必须身兼多职 增加收入来源 而和新米一样 因为民众婚俗习惯改变 而受到重创面临转型的 还有这项工作 下开 老公笑得很棒 OK 再给我一张 说话轻声细语 给予新人拍摄指令 作为摄影师 长达24年的徐荣男 对于婚纱拍摄 很有自己的一套 老公你那个手 你在拔麦吗 三二一来看我 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幽默玩笑 缓解新人的紧张情绪 把两人心魂燕耳的甜蜜情感 自然地记录下来 国内的婚纱摄影 从大约1980年代开始兴起 根据经济部商业署 2007年的数据统计 有94.3%的新人会拍摄婚纱照 不过试过境迁 对现在的新人来说 租借婚纱拍摄婚照 却变得可有可无 原本是不要的 但是后来也觉得这个决定是好的 因为感受起来真的差蛮多的 就是有穿婚纱跟拍照 这个仪式感是会蛮幸福的 现代人对于举办婚礼的仪式感 越来越薄弱 同样受到疫情冲击 婚纱摄影也在近两年 感受到极大的差距 文化变迁促使业者不得不转型 为了填补这几年减少的业绩 婚纱摄影业者 选择往国外拓展客源 并开拓新的拍摄商机 在台北市迪化街 著名的石联洞进行拍摄 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婚社业者 从2024年起开始着手经营旅拍服务 所谓旅拍就是在旅游期间 边玩边拍摄 而主要的触及客群 就是国外的年轻旅客 通常就是客人来 然后就是跟他讨论 比方说他来台湾几次了 自己一定都会上网 可能他想去玩的景点 最早最早的构想是 我们到国外去接结婚的客人 结婚照的客人 他第一天来挑领服 他拍照 拍结婚照的隔天 事实上旅拍服务是从中国大陆兴起 大约从2016年左右开始发迹 随着逐年发展 规模逐渐扩大 预估2024年产值可达到 将近人民币400亿元 台湾的婚纱摄影同业工会 也观察到这部分趋势 打算在台湾创造商机 目前台湾婚纱业的旅拍服务 主要以香港客为助 占了全体外国客员的五成 其次是新加坡 再来是马来西亚和澳门 即使现在才刚上路 业绩成长有限 不过高志荣预估 明年业绩可借此增加一成左右 当然消费者可能在这种 他本来就有结婚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 相关需求的情况之下 他的上门的机会 就变得比较精准 有些人可能是边旅行 然后边拍婚纱 那这个时候产业 他就必须要有 更灵活的阴影方式 无论是新娘秘书 还是婚纱摄影产业 都致力突破就有框架 创造新的获利模式 以求在新观念的浪潮下 保留一席之地